抱走的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婉逸 我饰演的陈慧医生 他是一个阿斯伯克综合症的患者 然后他有交流障碍 我个人呢也属于性格比较慢热的 话比较少的一个这么一个人 然后有一定的相同性吧 为什么做心脏超声 你让我看什么 与贵章与制度 与其女女 你都不该这么做 为什么不该 我是医生 不该就是不该 我现在就是你走人 那你在演他的时候会觉得 有哪些地方跟你是不像的吗 比如说他的强迫症之类的 强迫症我个人也有 但没有他那么严重 我的强迫可能就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上面 比方说家里的东西要争争气息的 进了新剧组里面 剧本要收拾的整整齐齐的 然后摆放都得是 就是每天习惯的一个位置 不会太有大的变动 那你觉得陈辉这个角色 是打动你接这部剧集的原因吗 我接这部剧特别特别痛快 第一个知道的是导演是陆川 这是他的第一部剧 然后当我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看到了第一集 都没看完就确定接了 因为他非常的温暖很打动人 也是一场人物的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别的自己发挥的地方 有没有跟他加哪些特色 我加了刚开始我们在维度剧本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我说大家一般医生都一个笔 我说我准备带三支笔 我说黑色得有 蓝色得有 红色得有 突然有一天我到拍摄现场的时候 我发现某一位老师的胸前挂了六支笔 卷起来了 我真没想到真的 但是他很合理的解释说服了我 在剧里面这位老师具体是谁 大家去看吧 他非常好演戏非常好 我非常喜欢他 我们合作也非常的愉快 但是很卷 贺统在里面是一个比较火葱的角色吗 可能跟你性格不太像 你会觉得在片场他是你的开心过往 我在拍这部戏之前 我就很喜欢大龙哥 然后因为他那个音乐剧特别厉害嘛 我就很喜欢他 他也是属于那种性格比较慢热的人 话也少 生活中话也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你有跟他讨在一些生日上的技巧 或者聊一些这些方面吗 也有 当时正好我去年拍的戏嘛 然后年底有一个活动需要唱歌 也问了他 很细情很细情 跟我讲的很仔细 真的真的专业性特别棒 也可能是你自己顶比较好吧 他他非常好 他非常教的非常好 那你这次跟陆川导演合作之后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可能会会处处的 他在我心里面就是很牛的一个大导演 我会觉得哎呀会不会自己不够优秀啊 不敢跟别人接触啊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年过半百的这个导演吧 他特别好相处 像个大男孩跟他在现场你不管怎么跟他交流 但前提啊前提是互相尊重 不管怎么去跟他交流跟他说跟他玩戏都可以 然后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专注 很认真 然后合作下来大家非常愉快 有时候我拍完戏 他问我下一部戏拍的怎么样啊 拍完这部戏是不是过来该给我报个道啊 然后确实拍完戏之后会第一时间去找他 跟他聊天跟他吃饭 跟他很开心 相处非常开心 你真的跟他玩了吗 因为大家对你的印象都感觉你很高冷很神秘 我真的会我因为我跟他拍这部戏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很多时候都一直待在现场 哪怕没我的戏的情况之下 去看他怎么去调动演员的这个情绪 他很保护演员的情绪 对工作人员甚至有一些严厉 有一些苛刻 但是作品摆出来的那一个时刻 你会感觉哇值得 那你会觉得高冷神秘这种是大家对你的误解吗 因为比较慢热 我跟好朋友会比较外向 可能会给大家产生这点 你的小误解会感觉我比较 那这这种形象会影响你的社交吗 不会不会不会不社交 那你跟陆川导演交流的时候 他没有跟你说 就是给你一些大一幕的建议 我跟他说了 我当时在现场我要跟他说 我还想以后跟着你拍电影呢 他说我们现在拍的就是电影 我们按照电影的标准去完成这个剧 叫为打击 他不一定是我 那些观众评价演技的标准 比如说什么破碎感 故事感 爆发式演技 什么炸裂 巨抛脸 你觉得这些对你来说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会有压力吧 当然这也是演员基本的素质吧 在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基本功的情况之下 去创作每一个不同的角色 当我自己演的戏越来越多 给观众呈现的角色越来越多的同时 我也能看到观众对我的反应 我觉得大家会期待更好的角色 那我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简单点说了就是好好努力 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角色 那还有一种说法 如果一个角色 他在这里是反派 然后他的道德感比较低的话 也会比较有魅力 我觉得不是道德感比较低 我演的这些角色 我觉得没有固定意义上的反派 每个人物有每个人物的立场 可能会被大家归在反派里面 但是当你这个立场足够的坚定 用心的诠释好每一个角色 我觉得哪怕是坏人 他都有他可爱的一面 你见到本王为何要赌啊 那因为先后几部剧 都得到观众的认可 然后也拿到了一些表演的奖项 你接下来会不会想要冲击大荧幕 会想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以后很想跨进去的一个领域 很渴望大荧幕 好好努力吧 就反正第一部电影作品 会非常的慎重 有一个网友总结的 小猫小狗生活法则给你念一下 第一个是平等地瞧不起任何人 第二个是多睡觉 第三个是多晒太阳 第四个是多散步 第五个是对喜欢的人摇尾巴 第六个是不爽就大笑 你觉得你可以总结一下 小龟的生活法则吗 那跟他们最大的不同 多喝水 他要多喝水啊 他就一直在里面天天喝 当然我也看不见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在里面得多喝水啊 我也没有说给他从那个盆里拽出来拿你喝水 抱走的大明星 今日份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非凡一者 多多的支持陈慧 今天采访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 我问我的问题我都会回答 有小采访是问你冲队的问题吗 有 还有俩都采访 你这是最长的我都卡了